Hello 大家好 我是部长 欢迎收看跟收听电影哭拉部 Welcome to the club 最近电影哭拉部会有一些变动 那今天在节目等一下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一如往常 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进行也会都差不多 那最近会有什么大变动呢 本次节目是由德里影视赞助播出 最近德里影视已经出了境界入侵日的4K UHD 蓝光还有DVD 详细的购买资讯请见资讯栏 而且我们今天也有做抽奖 赶快抽起来吧 好的 今天的哭拉部只有我一个人 太空小姐最近其实我们两个人 不只有她 其实我跟她 我们两个都其实要腾出时间来录电影哭拉部 最近因为太空小姐上班她的正直排班 就把我们这个录音时间给吃掉了 就导致我们没有办法一起录音 所以最近可能就会由我一个人来 来录制电影哭拉部 但是等她排班 如果她排回到原本的班 我们就会恢复两个人主持的一个模式 那也因为这样子 最近电影哭拉部的形式 可能长度就会没办法那么的长了 之前我们两个人聊有时候一不小心 一不小心聊太开心 可能就会聊到一个小时 将近一个小时左右 那这也是我比较希望的这个节目时间 但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那可能时间会稍微变短一些 可能会是在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 那节目的形式就差不多 就可能就是一样也是会有个电影票房的部分 那就是分别是台湾的票房跟北美的票房 不过电影新闻的部分 我可能会日常我都会稍微关注 但是如果有一些那种就是比较小的 比如说什么传出好像什么漫威 什么猛毒6 我猛毒5即将要开拍这种电影新闻的部分 我可能就会除非有那种比较大的新闻 我才会把它列进来 然后来去跟大家去分享这些东西 那其他的部分可能就稍微略过 那等到我确定有比较大的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才会跟大家就是把它统整在这个环节里面去做分享 那第二part可能就会 比较多会是我看完一部电影的一些 因为其实以前以前我的节目我的频道 通常都是如果我看完一部电影 我会有一个影片影片 那因为最近就是做影片的时间会越来越少 因为我的正直就是拍影片的这个时间 开始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忙碌了 那其实公司的影片都是我一个人在处理 就是拍摄剪接等等的 跟厂商开会跟讨论要拍什么 甚至连拿摄影机拍摄都是我一个人在处理 所以其实我也必须要把我的心思摆在正直 所以这边比较像是我跟太空小姐两个人的 算是一个小小的休息的时间 在我们正直忙碌完以后 在这边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最近的一些事情 那当然第二part 我可能就不会单纯就只是聊电影 我可能最近也会开始把一些其他 我可能有看到的东西 或者是最近看完的 或最近看到的议题 或是想分享的 我都会在第二part 来做给大家 那我都会找一些比较有趣的 那大家应该听到看到这个标题 要知道说我今天会聊阿加沙 对所以阿加沙我也是最近才看完 那看完之后也其实有一些想法 我不敢说是多细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我们频道 比较多是一个聊天的感觉 并不是什么几万字的深度解析 所以我比较想要制造一个很像是一个电影会 电影像读书会这样 就是大家一起在一个空间可以聊聊天 然后我们其实你看我们这次的节目赞助商 我们长期一直来帮助我们的这个德里影师 他们都会提供我很多蓝光要送给这个观众听众朋友 他们真的很 我跟他们的合作其实 他们没有给我任何钱 他们就是给我DVD跟蓝光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那真的就是爱电影的人 如果想要收藏就可以有很高的中奖几率 可以获得蓝光DVD 所以就是每次的抽奖 我是觉得大家都不要错过 那当然他们送的DVD我都会 我都会早先看 那像上一次就是有送那个龙卷风暴 那其实龙卷风暴 看完以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然后把它摆在脸书 然后就是但是我比较 然后不会就是做一支影评影片 因为其实YouTube现在就是除非你在话题当下的时候做这支影片 那可能它的流量才会是一个比较可以看的流量 那如果你没有在对的时间点的话 那效果可能就会就不是很好 那尤其是最近我觉得最近对于影评这种解析类的东西来说 流量可能会变得更集中 就可能很多人固定的都会是会看这几个 没有办法去拓展 像不管最近你看最近是不是猎人重新 重新开始连载了 那我相信很多人看完猎人以后 都会有一些想要去找些人来讲 来听他们讲 那我相信大家可以去算一下说自己心中 通常会看几个 你会看几个 我相信都是在三个以内吧 你同样的题材可能 如果讲的比较保守估计一点 可能五个人 你可能会听五个人讲 那你如果是看钢弹的题材 你可能就是看可能看信 但你可能就不知道还会在看谁了 就是可能就是那几个 大家都有自己习惯去的地方 所以我这边就比较不会去想要去拼一个速度 我就是以我自己为出发点 毕竟现在这个有孩子了 所以晚上的时间跟周末的时间都真的 那我现在目前坐在这边的家里的电脑 真的已经很久很久 开的时间开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以前都是白天的时候都开着 一直在剪片拍片 或者是在做实况 就是录制这个玩游戏的影片 这样就是基本上都抛在这电脑前面 那这个现在 现在基本上就 这台电脑真的开的时间越来越少 所以可以看到那个整个生活的步骤跟布料 都改了非常多 好啦那这就是一个最近的一个概况 那这个节目最近就是会比较是由我来单纲演出 那我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 最近我可能会开始抓一些其他的 有些其他题材来试试看 前一阵子刚好听到这个 Spa的这个 Whiplash 然后 那个 那个旋律一直在脑袋里 好洗脑 这个但是我看她们的MV 其实也觉得 他们拍得很好 然后我就觉得 可以好好的来看一下 这支MV 然后跟大家分享 我大概看到一些东西 这样子 所以最近开始 会增加一些这样子的内容 然后希望大家会 多多喜欢 多多支持 好了 那我们这个 前面的部分讲完了 大家也要提醒 还是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如果你喜欢这影片 就记得订阅 然后 这个 如果有什么想要 我做的 都欢迎在留言区 跟我说 然后也记得参加抽奖 参加抽奖 今天的抽奖 大家就一样的参加 参加办法也都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应该会 坐在这个脸书那边 然后就是让大家可以留言 然后就会抽奖 然后我们 今天这个影片出来的时候 应该就会抽出 上一次我抽 那个龙卷风暴的得奖者 那我就是每次的方式 都很简单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的留言 把你自己看完一部作品的想法 讲出来 那我觉得讲的最好的 我就会 这个 根据这个顺序 我可能抽 抽过你 我可能就暂时就不会再抽你了 并不是随机的 我不想要就是每一次 因为我们参加的人数 并没有到太多 然后常常会出现的 就是那几个 对 所以我就也不想要 这个太太长抽一样的人 这个毕竟一片DVD蓝光 也都是800到1000块左右的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大家踊跃参加 然后我们都会 这个 如果你中过了 就你还是可以分享 但是就是我们让 把机会稍微让一下给别人 然后 如果发现就差不多 就一样都是这些人在参加 我当然就开始轮了 对所以就大家可以 这个多多踊跃留言 好 那我们这个第一part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台湾 这个上一个周末的 周末票房成绩 那上个周末呢 这个前十名 第一名呢 依旧就还是这个 猛毒最终章最后一五 那上一周有1997万 累计呢 已经来到了8316 那这个第二名呢 就是新的这个剧场版 Overlord Overlord圣王国篇 是611万 那第三名呢 是荒野机器人 是418万 累计呢 是3914万 那第四名呢 是芯片鬼生器2 411.9万 累计呢 是425万 那第五名呢 是剧烈 这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 我记得好像 听说好像还蛮 蛮不错的 那上一周是344 累计是1506万 那第六名呢 是芯片鬼门之蝴蝶大厦 也就是我们这个 上礼拜有访问 我们有访问到影星跟白润音 片商呢 就是有安排 这个过来到我们这边来接受访问 那讲一下 简单讲一下这个感觉好了 我其实觉得鬼门之虎 里面的卡丝 其实排列出来是还蛮惊人的 那里面的故事 我觉得也有 主要啦 我觉得主要是 可能就是看到太多的影子了 对我之前 其实看完以后 我也不是说 跟片商 片商直接在我面前 对我们就是用电脑 就是看的方式 去把影片看完 这样 因为可能时间 夹不过来 所以我就是用 电脑的方式在看 然后片商就在我面前 还问我说 你看完觉得怎么样 那其实我就也不会说 好像觉得说 我觉得拍超好了 我觉得超棒 神片 我没有去 我没有就是说 你是公读生 这种感觉 就我还是有跟他讲说 我的想法 就是会觉得 好像在这里面 如果你是一个 常看鬼片的人 就可能会在这部戏里面 看到很多不同鬼片的影子 对 就那种感觉 就会觉得 你大概就能够 稍微能够预测 大概50% 60%左右的一个方向 然后跟大概知道 他想要做什么 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这些都会稍微 会影响到你的观影体验 对 那至于这个一个角色 在 一个 一栋建筑物里面的 一个轮回的这种感觉 然后就当然就跟我们 之前玩的那款游戏 玩那个返校是很像的 也就像这种诸如此类 但 又有一点 Sweet Home的感觉 就楼下有一个福利社 然后 有一个大哥哥 然后就是有些这样子的安排 我觉得 我觉得就很多东西都似乎 可能有被很多题材影响 对 那当然了 我觉得它里面的美术制作 是 还是 还是很棒的 就是很多 氛围上 氛围的制造 场景的这种 制造出那种恐怖的感觉 我觉得还是 还是有的 只是我觉得 惊悚片或者是说恐怖片 在这个气氛营造是基本 但是怎么样去用镜头语言 跟里面的故事 你这个感人跟恐怖的 那个之间的平衡 你要怎么拉好 我觉得这次比较多在 电影的大概70%左右的时候 就开始比较进入到 就是感人的环节了 对 我觉得那个感人的 温暖的感觉 暖性的感觉 有点来得太快 对 所以就变成 你知道那个东西 就很 就你可以说 你要什么时候决定 要让观众 很解 我们不要说 我看完了很解 而不是 我觉得 恐怖片就是你要 你要去 让观众的心悬在那里 要把观众心 拉得很紧 拉得很紧绷 让大家看的时候 就是压力很大 但是到一个阶段 就要让 就譬如说 常常看到那种 恐怖片都在晚上进行 然后就是最后会 清晨 太阳升起了 就每次只要 看那个场景 太阳出来 你就会觉得 就是你知道这事情 要结束 像阿加沙也有这样 对不对 就是在这个最后大战的时候 就是是在一个黑夜打雷 但是最后 就清晨 你就知道说 心情就会跟着放松下 就是电影要 在什么时间 什么阶段 去做这件事情 就很重要 怎么样 因为有时候 如果那个 你觉得大魔王不恐怖了 你觉得这个鬼不恐怖了 就这部戏就整个 就会容易会崩解 对那 我不是在说 这部有这样的状况 只是说 他这个有点放得太快 所以导致就有一段 后段 就是你给大家知道说 这整个 每一个故事线 就是都是在 引导到一个 温暖的这种感觉 对 然后再来就是 他的故事线就稍微有点多了 所以就变成是 不太清楚 到底要把这个主要的心情 放在哪一个组合身上 大概就这样子 那第七名 是这个乒乓男孩 是277万 累计有898 那第八名 就是刀剑神域剧场版 序列征战 是重印的 这是180万 累计就是有5773 这应该是跟 从之前的累计进来的 九名是微笑2 是90.4 累计是998 快要破千了 那第十名 就是爱子归来 80.9万 累计是161 那以上就是台湾票房的部分 接下来是北美 这个周末票房的部分 北美第一名 一样还是猛毒最终章 最后一五 那是2590万美金 累计是8985万美金 那其实以这个 这个第二个礼拜 第三个礼拜来说 他掉的没有像小丑 那么的夸张 对 所以其实第二个礼拜 他还算维持不错 虽然说评价就有一点点 这个不稳定 但就其实评价都还算维持的不错 对 那第二名是荒野机器人 是这个744万 累计是来到了一千 一两千一百万 那很特别是 其实荒野机器人 在这个北美那边已经上串流了 对 然后已经到了第五个礼拜 那甚至到第六个礼拜 还可以成长9% 就是我觉得 就是他并不是 他的票房跟上个礼拜比是 还逆 逆风高飞 这个还成长了9% 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通常都看到 票房都是开始稳定的往下掉 或者是会先掉一大波 然后再慢慢掉 这样 但荒野机器人 就是甚至到第六个礼拜了 就是还往上成长了9% 然后站在第二名的位置 第三名是微笑2 是676万 那再次累计是来到了5200万 那第四名是宗教秘密会议 是500万的票房 累计是1400万 对 那第五名是这里 英文的这个电影名称叫做Here 是这个480万 这个是北美的周末票房的部分 好 接下来就进到这个 这礼拜的主题 我们来聊这个阿加沙 这个无所不在 这是漫威的最近的最新的电视剧 对 这段时间大家都相信 都对漫威的电视剧都不是很有信心 就是在之前的秘密战争 大家就觉得 就是一个电视剧又要来了 也不知道到底在干嘛 不过阿加沙无所不在 最后这个评价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非常不容易 那我们今天就大概来看看 为什么 为什么他表现的还可以不错 这边我整理了几项 那第一个 我现在跟大家聊的是 其实我觉得很不错的是 他们有把这个汪达幻视的 这个导演的杰克薛佛拉回来 就是继续制作 那其实我发现这个 这是女生 这个是一个女生导演 杰克薛佛 那他 我觉得他很会做的事情 就是他 他很会 把很多风格 拉进来做 你看像在这个汪达幻视里面 就是他 他有把很多电视的一个风格拉进来 到他的剧本里面 然后里面的角色 会因应这些 这个不同风格的电视剧 会有所 呈现上会有所不同 讲的话会有所不同 然后甚至还拉到 就是说制作上面的一些小小细节 就他很会玩这些东西 那这次呢 在这个阿加沙 无所不在里面 你会发现就是 他有点像是把这个组合呢 变得像是一个密室逃脱的组合 然后他们每一次的关卡 其实都可能在带 某一个 某一个女巫的一个故事 然后呢 给他们做一个挑战 然后可能就会 去叙述一下他的一些背景 然后呢 也每一次的这个密室挑战 这个都会用一个风格 然后可能有这种70代摇滚风 又可能这种像 这怪奇物语的这种 80年代的风格 就是还有什么 这种就是牛仔风等等的 就他会把很多风格都 套入到这一个 每一次每一次的关卡 然后 呃 除了除了套用风格之外呢 就又会在这个风格里面 去安插一些挑战 像尤其是那一个 他们全部要一起唱歌 要变成一个乐团的这种 然后跟放唱片等等 这些都 都我觉得他有延续下来 所以整个在观赏的 整个节奏上面 就他有 有维持这个汪达幻视 这个 这个节奏给延续过来 然后 呃就有 就原本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阿加沙这个角色 因为其实在汪达幻视里面 这个角色是到后期才愿意 渐渐的发现 这角色不单纯 原来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原来都是他 对那 呃他这一次在 在获得了中心位置之后呢 我觉得应该 呃很多人都对于 这一个配角啊 就是在这一次升级变成了主角之后 可能都会 呃信心不是很够啦 因为其实 大家对这个演员 可能也不是那么的熟悉 因为他都通常都演那种就是女二或者女三 然后呃里面出现这些其他的女巫们 大家更不熟悉 对然后呃就大家对于一开始 我相信大家一开始看到这个 这个阿加沙武所不在的海报出来 跟预告出来 都大家觉得呃就 我相信一定都是觉得观望观望 不太清楚到底在干嘛 对那呃这次升级为主角 我觉得呃到最后 后面中后段大家都越来越有 觉得越来越好看呃 觉得评价很棒的原因 其实就真的就是依靠着这个演员的演技 还有这一个故事 写的这个内容 剧本脚本跟他选择怎么样把 呃各个角色之间的线牵起来 我觉得这都是这些东西在 呃让我们觉得好看的要素 对所以这个东西是很 很很不容易的 他们有把这个做到 甚至我觉得美国的观众可能对于一些 文化上的东西可能会比较熟悉 但是 能够让台湾的观众也觉得好看 哇那真的就 真的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事情 像就是这样感觉是什么 像如果今天有一部 美国那种牛仔西部片 美国那边可能那种country music 其实 美国那种乡村音乐 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听 你看之前那个 唱那个Sunflower的那个 那个Post Malone 对不对 就是那个蜘蛛人新宇宙的那个 唱那个 唱那首歌的Post Malone 他还之前也有制作了一张 美国乡村音乐的专辑 那美国乡村音乐 甚至还有一个音乐颁奖典礼 对那之前那个泰勒斯 他之前一开始出来 也是做乡村音乐 对所以 真的还是有蛮多人 就是美国那边有很大的市场 就做这个 那如果有一部这种牛仔电影 就是在台湾能够有好评 然后大家还觉得很好看 那真的就是很不容易 那这次我觉得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他们用演员 跟这个 演员的演出 跟脚本的设计 剧本的设计 去赢得了观众的心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稍微讨论到 就当然是主角啦 我们的主角这个 阿加沙是由这个凯撒林哈恩 所演出的 他这次带给我们演出 真的非常精彩 可以看到他在从前起就是 以为自己是一个 一个地方的侦探 警探 然后到 开始发现说 原来自己一直都困在家里 就是被吓了 被吓了 被那个中了幻术 这样然后之后回来以后 其实你看到他就是又有点 就是又邪恶 你看到他又很喜欢呛人 很喜欢呛人 然后就是通常都喜欢当吐槽的那个人 然后他又很奸诈 可是同时到后期 你又觉得他很温暖 身为一个母亲 然后身为一个妈妈 跟最后面大人 就是他整个人生的过程 整个各种不同的情绪 其实都得靠他 因为他是整部电视剧的核心 当然也有很多配角 但我觉得他的演出 你可以感觉得出来 其实他张力很够 然后非常的多元 很多情绪都可以掌握得很好 更别提 就是其实之前我们常常有讲到 电视剧或者说电影 他们绝对不会说是 好我们今天来拍第一集的第一个镜头 好我们来拍第一集的第二个镜头 就他不会是照着这个故事的顺序 这样慢慢拍 他一定会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制作流程 然后跟大家的演员档期 可能一下会拍这个 一下要拍这个 一下要拍那个 所以以前的时候 然后要有那种妈妈的感觉 可能一下跳过来 又要变成是在前期的时候 就其实每个专业的演员 在瞬间要跳一个 这个角色要跳时空 那个心情上的一个 这个转变跟适应力 真的是都很强 所以这次我们真的必须要说 凯撒尼哈人演出演的真的很厉害 所以我不太清楚说 他这次的演出是不是能够 在明年的艾美奖 能够有什么样的肯 这个肯 会被受肯定 但我觉得他是真的是演的很精彩 那必须给他鼓鼓掌 对那 再来就是这个做的很好 是就是其实每一集 刚刚我们其实有前面有大概稍微提到 就是他每一集的都有设计 一些密室逃脱的一个情境 那其实在慢慢推进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角色都有一个空间 来获得这个视觉的 来获得舞台的成为舞台的中心 每个角色其实都有机会 这个来到C位 稍微去看一下他的故事 就很像那个鬼灭之刃 鬼灭之刃 其实每一次的打斗 都是让我们去看一下 他们这些鬼或者这些角色的 的一个故事背景是什么 所以这次我觉得做得很好 是他的角色 他的这个女巫之路的 这一个女巫帮 就几个每一个人 其实他们一进来之前 在早之前就稍微先带到一下 他们的背景 跟他们的作用 他们是什么样的女巫 对但是在每一次的这个密室逃脱 可能都会特别设计一个关卡给他 让他可以去回想自己的 以前的这个经历 然后去试图做一个圆满 然后去满足自己一直以来 都没有做到的一个事情 去聊一些自己心中的遗憾 对那就让我们可以在每一集 每一集里面都可以很舒服的 去感受这个角色 去感受这个角色的曲线 每次都会有一个曲线去拉 所以我觉得这个杰克学佛 真的蛮厉害 就是他很会去掌握 就是一个电视剧里面 就是电视剧该怎么做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以为说 电视剧不就是把一部电影 把它切割开 没有没有 其实每一次电视剧都最好的 就还是会去设计一个 每一集都会去勾人的一个方式 然后让你会想要赶快看下一集 然后呢再来就是 你在每一次都要就推进一点 推进 有点像小说的章节 就是你每一次章节都是可以推进角色一些些 推进角色 这个角色推进一些些 然后这个拉到这个场景来走一点 然后这两个场景可能凑在一起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很会掌控这个电视剧的节奏 那因为你看电视剧其实加一加 每一集如果都是大概40分钟50分钟 其实有7集8集甚至9集 也都比电影还要长 所以你要怎么去安排每一集的东西 去抓好每一个节奏 去好好的用电视剧的内容 去把观众吸引进来 这个就是这次我觉得在阿加山里面也表现得很好的部分 对啊 尤其像那个塔罗牌 我觉得那集塔罗牌那一集就是 可以看到这个女巫 这个莉莉丽丝 她用塔罗牌的意涵 跟用塔罗牌方式去解谜 跟去了解自己的过去 过去跟未来 她就是很像爱莲这样 她其实一直看得到 她是知道剧透的人 对可是她要怎么样去让自己的这一个有点悲惨的 可以跳来跳去的生活能够有意义 然后在这个时间点去做正确的事情 并且了结自己的生命 让自己的生命完全用 然后再加上用塔罗牌 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一集里面 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好看 就是她有把塔罗牌 有在玩的人可能就会觉得 这个真的是做得太聪明了 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 我觉得其他的角色 其他的部分都也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一个表现 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这次拍的很好的原因之一 对了 再来就是这一部就其实也不太 害怕发便当 我觉得最最讨厌就是常常就是你发的便当 然后结果这个人很快就回来了 就会让你会觉得你发的这个便当 就没有什么意义 像我举个例子 七龙珠 七龙珠一开始记不记得这个 当那个拉蒂姿过来的时候 那个比克用魔罐光沙号 就是把那个悟空肚子开了一个洞 那当时我们就其实是很震惊的 然后就也用这个方式让我们去看了一下 炎罗王的这个死后的世界 那我们都会清楚去知道说 其实在七龙珠的世界里面 当时就是能够用龙珠复活 但是因为收集龙珠不易 所以收集来以后 而且复活可能有规则是说 只能复活两次 所以复活了一次之后 这个你可以看到在那个达尔跟纳爸来的时候 又把很多这个Z战士的 什么天津犯的饺子 什么这个亚摩 这个劈里啪的 以克 就全部都把他干掉 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是不是觉得 当时的你 当时我当时小孩子的时候 就是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哇完了 你那个沉重感是有的 你会不知道到底他怎么回来 所以 在这一场战役之后 这个打完这个达尔 他走掉了以后 后面就是他们必须要去 纳梅克星去寻找新的龙珠 可是他们的人真的是很有限 所以 你看到他们这个 布马 克林跟小悟犯 三个人之身前往纳梅克星 悟空还没有恢复 还留在地球 你知道这三个人出去的时候 你有感受到这个角色是 他们是面临到一个大危机的 可是现在七龙珠就是你都会 好像就觉得说没差 死了也没差 因为死了好像也都还活着一样 就是 然后相信也是悟空 最后一定都是悟空去打 或者是谁去打 然后看换一个新形态 所以其实 这个故事进展到这个阶段 就会比较 情绪会比较不一样 但是我很怀念就是以前可以有这样子的 一个情感重量的时候 那我觉得大家沙 他有把这个死亡的部分就是用的很好 就是他并不会浪费一些角色的死 然后也看到他们这边其实也不太在乎 就是说跟MCU他们那边到底要有什么样的连结 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带到太多 那我觉得这也比较好 你看秘密战争就是一直想要有什么连结 所以就花了很多钱 然后又最后拍出来效果又不好 然后有种要连不连的这样 然后就就有点尴尬 那其实这次就他完全没有要做这件事情 你看就让这些角色 就是用自己的节奏去发光发热去发挥 就观众是很聪明的 他们知道说我们要用这样的情绪去理解这个故事 所以就稍微有时候可以带到 但我觉得不用太拘腻 所以一定要带到多少 观众就会觉得很兴奋 我就不用了 就像这次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只要专心的把这个故事跟这个角色的曲线做好 就好了 大家就会喜欢了 那之后的以后再数 所以当然就很多都聚焦在阿加沙里面的情感 那就会觉得他的情感就包含跟死神 这个之间的一个情感的运用 跟他整个故事 阿加沙对于他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 跟他不同的人生阶段 他会有一些体悟 跟他为什么选择要继续这样做 其实我觉得他这次的这故事的精髓 精髓就是在呈现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他就把这块做得很好 所以就真的就是 把一部电视剧想要有的这个要素跟元素 就是都抓得很好 那自然抓得很好 就可以有好的作品出来 所以真的就是有点像是在 重新让大家感受 就是说一部电影把什么关系都抓住了以后 那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他这是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讯息 所以以上大概是我对于这个阿加沙 这个无所不在的一个感觉跟想法 好啦那就以上就这一次的这个电影哭啦布 那这个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阿加沙 无所不在的感觉会是怎么样 那这个都欢迎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 我们的YouTube频道下面的留言区来做分享 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抽奖活动 我们应该也会做到脸书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感想跟想法呢 放在这个相对应的贴文底下 然后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抽中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入侵日 的这个4K UHD蓝光 好 那这个以上就这礼拜的节目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我是部长 欢迎下次大家可以再加入电影哭啦布 拜拜